欢迎来到爱家好医生 我手上的那颗痣越长越大 该不会已经转变成恶性肿瘤了吧 有关痣的这些健康文章 有很多大部分都在提醒说 这些痣有可能会演化成 比如皮肤癌啊等等 这些恶性的肿瘤 所以一般人在看到有新的痣 或是旧的痣有变化的时候 都会特别的紧张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皮肤科 徐长杰医师一起来聊聊 身上的痣该怎么样去 好好的观察 而且避免有皮肤癌 我们掌声欢迎他 嗨 徐师你好 请坐请坐 先用我们儿科医师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 就是刚才讲那个痣变成恶性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儿童很少对不对 因为他变成恶性 他还是要一个转换的时间 所以儿童的机遇当然是相对比较少 因为儿童常会冒出一些新的痣 然后他就会来看 这本来没有 怎么有 本来没有 怎么有 然后就会很担心说 他会不会变成皮肤癌 我想说 就等他长大以后 再好好的观察吧 就儿童期应该通常不太会有 他是需要一点酝酿的时间 是 是 好 不过我们今天现在是这个艾佳豪医生是全人医疗 所以年纪大的或中年的 其实这些痣的变化真的是需要让大家来注意 对 我们今天的这一位访问的来宾 他身上的痣就听说忽多忽少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哈啰 我是思敏 那我今天来到这边想要询问一些 有关于我身上痣的问题 我身上其实有一些痣它长在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平常也是用衣服盖着 所以不太边看不太到什么这样子 但是它是有默默密集的成长 就是原本有一颗长在这边 后来这边又长一颗 后来这边又长一颗 那其实就是越长越多 那或者是某一个区块它会密集性的扩散 慢慢长 那所以我也不清楚说 这到底是OK的还是不OK的 还是说这是有问题的这样 痣会群聚的长吗 就是那个区块常常长这样子 其实本来它因为群聚感觉好像 它是传染聚落一样 但是会传染那就不是痣 如果是痣真的是扩散 那它常常是变化 是变大或张牙无爪 那是不好的变化 但是某一区容易长痣 当然可能跟那区的肤质或那区 同时受到一些刺激有关 比如说那边常常被摩擦 那边常常日晒 或是一些其他的发炎试症 它有时候我们产生了破坏跟修复 不小心就会修成一些痣 因为这种都是一些DNA的变化 变病变 其实痣也是一种病变 只是它蛮常见的 所以说它发现了 不用马上就好紧张 但是也不能就一定忽略它的存在 那这种新冒出来的痣 大概到几岁之后就不会再发生 其实随时都会长痣 到年纪大家都还会 所以出生的婴儿 其实痣通常是最少的 对 所以是先天的痣 那大家后来脸上长的痣 身上长的痣 都是慢慢地累积 所以它自己消的机会不高 所以才会通常年纪越大 脸上越多 身上越多斑斑点点 好 所以任何年龄都可能长纪 对 都可能会长纪 了解 我有去上网查过一些相关的资料 但是这些资料 因为众说纷纭 其实我也不确定说 这样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那曾经就是有看过说 手掌上长痣 是有问题的 可能会有癌病变 一些这样子 一些问题这样 这是真的吗 长在手掌的 比较容易变恶性肿瘤吗 其实它刚刚讲说 手掌东西是反映哪里有癌症 这个一定不是 但是呢 因为不一定是什么反射 有些人会这么想 真的有人会这样想 有人会这样想说 哪里长痣反映出哪个内脏出问题 但其实应该不是 比较玄学了 对 脸上哪里长是什么发财 干嘛 这种 不是这个 对 有些观念也会说 好像哪里痣是什么 哪个内脏不好 也是这样的讲法 但是 它应该是 它原发的位置 产生变化 对 不过它根本就 本来就是坏的 对 那其实最危险的区域 在亚洲人 台湾人 要注意脚底 为什么是脚底 因为脚底它的痣 有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叫长直 黑色素细胞瘤 它是一种 最恶性的 一个皮肤癌之一 它很快就容易转移 而且之前 它没什么症状 那是脚底长新的痣 还是说原本脚底旧的痣 其实它很难可能是旧的痣 然后它会变化 或者是它根本 它直接长出来就是 都有可能 但是我们大家就以为 它就是一个痣 因为它看起来就是 黑黑的东西 但它是会长大 会扩散的 脚底的 脚底的 手长也是 手长也是 所以叫长跟直 直就是脚底 都有可能 那有些特殊区域 其实也要注意 像其实头皮 头皮其实有时候也会长痣 然后头皮长痣 看不到 对 最麻烦是自己看不到 别人也常常不会去看 所以有时候它真的有变化 常常没发现 所以有时候自己 真的至少摸得到的 那就要去 特别去照相记录一下 看它们的变化 怪不得上帝要让我们秃头 比较好观察 对不对 但秃头的确容易长痣 因为日晒日晒得多 好 所以手长的确要小心 是 那工作出社会之后发现 这个字其实消失了 那我就不清楚说 到底是这个文章有问题 还是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 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就不太懂说 到底是哪一个层面 哪一个方向 然后自己 智慧不见吗 是有这个几率 但是其实机会不大 所以有这个发生的时候 就是我们自己常常 比如说免疫系统 有时候会对它产生一些反应 就是它产生一些小变化 或它有外伤 我们的免疫系统就同时把它摧毁掉了 智慧 通常都是智颜色变淡 或周围摆一圈 或体积缩小 但是说实在的 如果是这种改变 其实也是要注意 不一定完全是好事 因为表示说 我们可能免疫系统 已经侦测到它的一些变化 去主动出击了 我好难想像智慧不见 但是真的消到不见的 有时候比较少 有时候搞不好不一定真的智 对 有时候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就是出血嘛 有些皮内出血 皮内出血嘛 对 看起来超像的啊 或者有时候它只是斑 有时候脸上的一些小斑跟痣 其实那个小斑跟痣 有时候就是也是不容易区分的 那斑本身有时候是会被代谢掉的 我眼睛的眼线这里有长一颗痣 那它有从小到大 它有慢慢地在变大 所以我就担心说 它以后会不会发生问题 会不会需要做切除的动作 还是说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就是你放着就好了 除非有影响到美观 或者是我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再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刚才徐医师说 比较容易被太阳晒的地方 因为刚刚讲秃头嘛 所以也比较容易长痣 那可是有些新冒出来的痣 像我自己就觉得 有些痣根本不会晒到太阳 所以其实长痣跟晒太阳 也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其实痣它本身是一种变异 就是说它是产生一种痣细胞 其实我们皮肤常常讲 它什么东西排列错误了 就会产生出错 出错 但出错不表示就是变成癌症 所以我们叫做良性的增生 或良性的瘤 那痣是一个很常见的 良性的增生 良性的瘤 但是你说为什么曝光 日晒的地方容易长 的确植外线是一个因素之一 那其他有时候真的 没来由的 其实真的不知道之前 其实皮肤随时都在受伤 随时都在修腹中 所以它有时候只要一个修错 它就会修成那个痣的细胞增生 它就变成一个痣了 所以有可能因为受伤而长新的痣吗 有时候反复的刺激受伤 或是常常会讲说 我这边本来是长痘痘 结果后来就变一个字 有时候它这样讲 我们觉得是真的 也可能不是真的 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机会 那痣有很多人的形容会有什么 黑痣 红痣 那它的里面的成分 或是这个细胞是一样的吗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们通常都叫痣 有时候叫这个真生 黑点点都叫痣 所以说像这个就是我们比较 一般的常见的痣 叫黑痣 黑痣它里面是黑色素细胞痣 它是一种痣 对 有些就咖啡咖啡的像这种 但是也是哦 所以它跟它的生前有关 比如说它存在在比较表浅 叫表皮层 或者在表皮真皮交界的地方 叫交界痣 或叫内皮痣 内皮痣有时候长很大颗 也没有什么色素 叫肉痣 这些形容词很多 因为它就是肉色的 它反而那种不太黑 很古 甚至会长毛的那种 那这个呢 说叫这叫蓝痣 蓝痣也是痣 但是呢 它其实细胞是不一样的 不过它这个也是 大部分都是属于量性的一个真生 但这个就蛮生的 这个常常会生到那个 甚至快到脂肪层 所以这种是很生的一个痣 但是它是往里面长 不是往外突 这个就是红痣 红痣虽然是叫痣 但是它根本跟黑痣 一点都不一样 它这个就是这种血管流 所以其实红痣就是一个血管流 所以它如果这种戳破 它是会流血的 是哦 对 它这个其实像一包血 但它其实不是一包 它是一堆管路在那边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但是里面都是血 我身上有一颗 从小到大都在那儿 对 那这个很常见 尤其是皮肤白的 那有些人白人他身上这边 或皮肤白人他身上 很多这种红点点 那个都很常见 那这个呢 这个就是先天的 就是小朋友 比较大的 就是先天的痣 那先天的痣 有时候面积会比较大 那有时候很黑 那有时候会长毛 对 那先天的痣 其实也是要注意哦 因为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从小就有的东西没有差 其实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从小就有的痣 50岁就50年 70岁就70年 那是让他摆越久 他学坏的机会越高 他出错的机会越高 他第二度出错的时候就变成 就变成什么 变成皮肤癌的 所以会变成皮肤癌的痣 网路上 这个我帮大家查了一些口诀 然后有什么ABCDE的原则 我觉得英文实在是太难记了 所以我后来又查到另外一个 叫歪草变大花的口诀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这个因为我们比较常听到ABCDE 但是这个中文话的话 叫做歪草变大花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歪你看东倒西歪不对称 奇怪 本来我们自己想象最漂亮 就是圆圆的 很可爱 就是他没有什么不好的样子 所以为什么他长个手长个脚是不好 表示他在扩张 所以我们说歪其实就是叫张牙五爪 他优点叫伸张他的势力 所以变成癌细胞就是他会扩张他自己的范围 不限制的真身 那什么叫草 我们以前小时候花草是不是这样子 对 小学生幼稚园都这样花草 草就这样刺刺的 它边缘变得不规则 好像说长草一样的 或者说那种对话 惊讶惊吓这样子 所以这样就表示说他也在往外伸张的意思 变就是有变化 其实有变化都要担心 包括其实变大或是颜色变淡 你是要小心 或是融起来 这都属于变化 那大呢 突然开始长毛也算吗 其实它长毛 其实它达来表示比较深 有时候人突然小朋友他长大了 到青春期的时候 有时候他字会跟着变大变深 有时候他反而会长出毛发来 但这个倒不一定是矮化 那就不见得是矮化了 对不一定是矮化 那大呢 当然就是长太大了 那我们常常是以6mm 0.6公分当个界线 6mm其实就蛮大的喔 0.6公分直径 就是它比较大的 或它真的有长大 就是这个变的意思 都要注意 那花呢 叫做不是开花的意思 它是很像有花花的 就是有深色 有浅色 一般字最好是希望能够 就是一个颜色最好 有时候黑 有时候咖啡 但有时候黑有咖啡 又有米色 浅色 然后就是很斑蓝的 那种其实就表示 是它中间很多事情 还在变化中 是 那这个东西我们要自己 记录拍照 最好是有个比例尺 比如放什么 一个尺 一个铜板 然后我们有个每半年 来照相 对 记录一下 这样才知道它 是不是真的有变化 半年照相就可以了 对 当然就是说 其实这 到道理它不是 它变化很大 对 所以 你说每个月照 它大概只是没什么改变 做的心也都烦了 因为现在的手机比较方便 就弄一个资料夹在那边 没错 我的字的日记 对 半年拍一张 如果有歪 有变出这个 变大变龙 然后这个超过0.6公分 跟颜色开始花花的 那么这都是要赶快去就医 有可能它已经转变成 黑色素细胞瘤 对 那这个黑色素细胞瘤 有在台湾常见吗 因为一般我们都觉得 皮肤还是白人的病 那实际上台湾的发生率怎么样 当然 我们亚洲人的发生率是会比白人低 所以 最不会长皮肤癌的是黑的人 因为它的黑色素会提供个保护 但是呢 有时候刚刚讲很多的皮肤癌 它也不一定跟日照有关 所以它就不一定是黑白的问题了 所以我刚刚讲的黑色素细胞瘤 如果长在脚底的 它根本就晒不到太阳 所以它都是有可能产生 所以原因 它也不是很明确说是什么遗传 它不是像有一些什么大肠癌 是有这种遗传比较明显的 那皮肤癌 目前它的遗传 或者是它原因 而且皮肤癌也是很多不同的种类 不是就同一种病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整体上 那整体上我们黄总人 还是比白人少 是指说 但是白人比较多的是 比较恶性低的 叫做 那个肌底细胞癌 那个其实 就是常常割除就没事了 那 所以整体来讲 也很难说 亚洲人就比较没有皮肤癌 所以整体上 虽然总数量 我们好像觉得 亚洲人比较少 但是我们真正得的时候 也是比较恶性 有时候恶性度是比较高的 是是 所以这还是要特别小心 不能因为少就忽略它 因为皮肤癌也是它就长在外面 都看得到还忽视它 其实也是 也是蛮伤心的 所以我其实曾经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案例 就是我自己在坐车的时候 坐公车 那时候 下班途中坐捷运 就看到 旁边一个人的先生 他鼻上有一颗东西 我就觉得那应该是不对的 但是呢 已经又歪又潮又大花了 这样 对 它那也蛮大了 其实它已经看得很明显了 它看得很明显 但是呢 我还好赶快翻翻 还好正好只有一张名片 我跟他说我是皮肤科医生 我觉得这个乖乖 你可以找我或找别的医生 你这颗应该要检查一下 他有来找我 结果呢 但我也忐忑 我也希望他是没事 但是 结果检查 那真的是一个皮肤癌 但好在是恶性度低的 所以切除了就没事了 他也说感谢我 他说那个他看得没人看 他说如果没有跟他讲 他绝对不理他的 他说我已经当老师上来 没差 这没有差 他觉得不在乎 你帮他治疗完之后 要介绍去眼科 白内障看不太清楚 他是视而不见 对啊 视而不见 每天都不不 我们刚刚都不不 可能是这样子 好 听起来皮肤癌也是 治疗方法有很多 很轻微的就挖掉就好了 对 其实它 因为大部分的都只是 是良性的 对 所以我们也要趁良性的 就把它处理 好 那所以其实很多方式 当然传统是手术 但是有时候很小很浅 然后或者为了美观 其实现在很多雷射 是很简单就可以打掉的 所以它的 视应症又放宽 因为我们比如说眼睛下的 你要割 但是如果割完之后 影响到什么眼皮啊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它的 之后的影响 但是如果现在很多 很简单 雷射其实很安全 费用也不高 就可以把它去掉 可是它都已经癌变了 然后你直接用雷射打来打 癌变了绝对不行 对 你现在讲的是还没有癌变之前 对对对 看了不开心 就把它打掉 看了不开心或防范未然 但癌变了绝对不能用雷射打 所以我们说 这个已经是癌症的 我们医生要有这个判断 不能都把它当成斑 就是说它都把它当成斑来打 那就是延误它的治疗了 如果是真的是癌变的 就一定要手术 而且手术完 看它边缘有没有干净 干净了 也许有其他的 不同癌症 有不同的追踪方法 不干净了 还要再切更大 反过来讲 打掉它就不会癌变了吗 如果是看 有没有打干净 其实 因为所以 第一个前提是 一定要确认它是良性的 我觉得它根本 一点嫌疑都没有 当然就不能把所有的 每个都小题大做 都要把它割了 然后化验 所以 因为一般人 像白人 事实上一天可以长到 平均长到40克痣 那 东方人 平均可能都有 十几二十克痣 对 所以 就可能 用一些 气化镭射 是可以把它烧 剁掉的 那其实打掉 电烧掉 或是镭射打掉 跟开完刀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只要它不见了 就是不见了 OK 好 所以 确定它是良性的 那把它 先打掉 也可以防患于未然 对 那但是如果看起来怪怪的 又歪又草又大花的 这种就 一定要先确认 那种还是要确认 它有癌变 你还是要大范围的 处理掉 有时候我们先小范围的切 然后看它的 病理的特征 对 如果小的 通常就整个切掉就够了 对 那觉得不够 就是那二次手术 是 好不回到预防癌变的 癌症的部分 那国外都是说 那如果要预防皮肤癌 我们就是防晒要差 对 不过我今天要特别问的是 像台湾或亚洲人 这种足底的 你不可能在脚底擦防晒 对 所以皮肤癌有没有什么 除了擦防晒之外的 预防的方法 当然就是说 我们不要增加 离癌的风险 比如说接触一些 化学物质 它其实也是有可能 造成局部的癌症 像以前一些什么 重金属生 吃到了 其实也会增加很多 皮肤的癌症 然后 反复的摩擦刺激外伤 这个都是有可能造成皮肤的矮化 那脚底其实就伴着我们做苦工 每天走路 所以它当然不是日照造成的 但是到底什么原因不是很清楚 那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 可能脚底有一些反复的外伤 但是我们遇到很多 它也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就是都市的日常的生活 都市的 对啊 是日常生活 因为我以前听过有一些是 就是务农的 那因为它常常会采到一些 比如说刚好有农药或什么的 我听本来以前听说是这样 有 但都市也就很难 也有 自己的亲戚也有这样子 它就是 就平常都很正常的生活 所以说其实 自我观察检查很重要 因为 因为真的 它也没有家族史 的可以依循 所以 脚底就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对 所以每次除了刚刚讲洗脚之外 我们可能还是要 看看脚 看看脚 OK 好 大概就 看看家人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健康的生活 让你身体的整个状况好一点 然后防晒当然是原本就该做的 再加上就是要观察 每天洗澡的时候 看看手 看看脚 因为毕竟我们亚洲人的皮肤癌 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个 很隐藏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其实防晒 对于脸部的皮肤癌 或者是手的皮肤癌 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因为像很多皮肤癌 它也是一变一变 慢慢变的 它变成什么 日光性脚化症 然后才变成什么 灵状细胞癌 它其实它有一段眼镜的过程 好像什么灵起 它变成真的癌症 那像这些就是跟日照有关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又会希望 民众有吸收到维他命D 然后又 但是又希望防晒 这个要抓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太阳太大的时候记得 还有时间太久的时候 记得要防晒 对 要烤肉 但不要烤焦了 对 好 当然最后也是提醒大家 身上原本就有的字 就是定期的拍照 然后观察它的变化 这几点应该就是 我们今天可以针对痣的这一集 帮大家做的一个结论 谢谢徐医师 谢谢 谢谢 今天介绍我们人身上 一定会有的痣 这样的一个主题 也让大家提醒一下 很多的疾病就发生在 我们平常不注意的地方 比如说脚底 希望大家在这一集看完之后 能够对我们的痣 有可能会皮肤病变 这过程的观察 能够比较有一个系统性的认知 当然看完以后 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真的有一些痣在你身上 定期的拍照 让你心情平静 这样就可以了 欢迎订阅爱家好医生的脸书专页 在上面可以留言 告诉我们你想看的医学主题 也订阅爱家好医生的YouTube频道 看我们过往制作的精彩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